第五课 济南的泉水 课文 济南的泉水 济南的泉水历史悠久 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推到三千多年前 许多文人都对它的声音、颜色、形状、味道进行过描写 留下了许多赞美泉水的诗文 而济南的老百姓住在泉边 喝着这甜美的泉水 自然对它充满感激之情 从而也产生了许多关于泉水的美丽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 济南城里有个善良的青年 名叫豹泉 他学习医术救了很多人 一次 他在路边救了一位晕倒的老人 并把老人接回家照顾 这老人其实是东海龙王的哥哥 通过老人的介绍 豹泉从龙王那儿 求到了治病救人的白玉湖 为了不被坏人抢走 他把湖埋入地下藏了起来 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有天下第一泉美名的豹突泉 如今的济南市区内 分布着大大小小七百多个天然泉 这在国内外城市中是极为少有的 有如此之多的泉 名字当然也少不了 济南泉水的优美 还可从那独特的名字上反映出来 如以人名命名的顺泉 以动物命名的黑虎泉 以形状命名的珍珠泉等等 说到这里 您也许要问 这么多这么好的泉水 是如何形成的呢 济南的泉水 来自于济南市以南的广大山区 这些山区的岩石 是大约四亿年前形成的 一层厚厚的石灰岩 在这种石灰岩地区 陆地表面的水 很容易进入地下 山区的石灰岩层 以大约三十度的角度 由南向北斜 因此大量的地下水 向济南运动 而济南市区的地下岩石 变为了火城岩 地下水流到这里 碰到火城岩挡住了路 就积蓄起来 越积越多 它无处可留 就得另找出路 济南旧城一带 地势低 有的地方 甚至滴过了地下水的水面 地下水就冲出地表 形成了众多的泉水 这就是济南全城 美名得来的原因 这就是济南旧的地下水 这就是济南旧的石灰岩挡住了 这就是济南旧的石灰岩挡住的石灰岩挡住了